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要的新闻 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绿政司副司长张国军 即将启程前往新疆乌鲁木齐 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出席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这次博览会 正值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第二个十年 张国军表示 香港在国家支持下参与博览会 显示出香港在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独特贡献 张国军预计在本月26日返港 接下来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的文创产业发展处 举行了成立启动礼 并宣布与三个内地主要文创品牌 签订合作备忘录 这次合作旨在推进文创产业 在市场发展 推广及交流方面的合作 鼓励香港品牌创作 更多兼具中国国家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长城文化及香港特色的文创产品 文创产业专员曾昭雪表示 这次合作将利用知识产权协助发展 并计划在香港电影方面商讨成立机制制作产品 最后 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 发生了6.3级地震 目前暂时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今日下午 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 镇阳位于奥尔里港东北偏北约51公里 镇阳深度超过150公里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 为针对这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绿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即将启程 前往新疆乌鲁木齐 代表特区政府出席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张国军表示 在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第二个十年之际 香港在国家支持下能够参与博览会 充分展示了香港作为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独特贡献 张国军将于本月26日返港 继续推动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法律和经济合作 香港电台报道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的文创产业发展处正式成立 并宣布与三个内地主要文创品牌签订合作备忘录 文创产业专员曾昭学在启动里上表示 这次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利用内地品牌的知识产权 推动香港创意产业的发展 未来 文创处将尝试在香港电影方面成立机制制作产品 包括游戏和公仔等 此外 出版3.0项目也在积极推进 通过人工智能翻译将华文书籍推广至全球 曾昭学指出 未来还将与不同出版社谈判 扩大版权交易的范围增加收益 进一步提升香港文创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香港电台报道 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 发生离克特制6.3级地震 目前暂无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消息 地震镇央位于奥尔里港东北偏北约51公里处 震源深度超过150公里 尽管地震强度较大 但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并未发布海啸预警 显示出此次地震对海啸的风险较低 瓦努阿图地震的消息提醒人们 关注自然灾害的预警和应对措施 确保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东方日报报道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讯会谈 双方同意就欧盟对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案 启动磋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张健指出 这显示双方希望透过磋商解决分歧 因为贸易争端对双方都不利 欧盟对进口中国电动车的临时性反补贴关税 将于7月4日生效 税率最高可达38.1% 欧方认为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受益于不公平补贴 对欧盟产业造成伤害 德国副总理哈贝克表示 讨论额外关税的大门依然敞开 但并非惩罚性关税 新岛日报报道 河北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了 七宗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 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 原四级调研员盐辉 虚报冒领还为工人工资556万多元的问题 盐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已被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类似虚报冒领工资的违法违纪行为 在多地被公开通报 包括辽宁营口、浙江、江苏等地 都有相关负责人因贪污 受贿被判刑或移送司法机关 香港电台报道 南韩经济道华城市一间锂电池制造厂 发生火警 至少22人死亡 其中包括中国公民 火警在当地上午10时半左右发生 4个多小时后受控 当局早前表示有23人失联 相信其中20人是外国人 包括中国公民 总统尹熙悦 只是相关部门调动所有人员和设备 全力搜救被困人员 中国驻南韩大使馆第一时间与华城警方和消防部门联系 对方表示暂时无法确认是否有中国公民 使馆将密切关注事故进展 星岛日报 内地科学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新型粮食 米肉合一的肉味米 这种肉味米通过科学处理 将猪货鸡的脂肪细胞在米内生长 使其外观与传统大米 小米或紫米无异 但内里却同时具有米和肉的营养成分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和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们 利用鸡、猪肌肉和脂肪细胞的贴壁生长特性 将大米、小米及紫米进行预处理后作为支架 为细胞生长提供微环境 最终形成营养均衡的组合食品 鸡肉米、猪肉米不仅保留了米的膳食纤维 碳水化合物、维他命和矿物质等营养 还增加了氨基酸和动物蛋白 使其兼具米和肉的香味和营养 江南大学教授周景文认为 这是一种细胞培育肉多元化应用的新探索 未来大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然而 网民对此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是未来食物的前瞻 也有人担心其健康和伦理问题 香港电台在北京 针对台湾地区外事部门 就中国和马来西亚联合声明中的相关内容发表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这是中国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世界各国 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毛宁指出 1974年中马建交联合公报中 马来西亚政府明确承认 中国政府关于台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近期中马高层交往中 马方重申这一立场 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意所在 台湾当局鼓吹所谓两国论 进一步暴露台独真面目 只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唾弃 无法撼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明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依法对参与受台武器的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及其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 毛宁强调 台湾问题是 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 任何国家 组织或个人 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 而不用付出代价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中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 如果中国与德国及欧盟 就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展开谈判 并暂时避免一场贸易战 这对欧洲来说将是初步的成功 然而 要真正成功 欧盟国家必须齐心协力 迫使北京停止过度生产补贴电动汽车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的行为 并不能保证对华关系 在所有领域都成功 因为这些领域实在太复杂了 北巴法利亚信使报则提到 哈贝克在代表德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时 虽然没有给人请求者的印象 但他仍然取得了一些成就 日报指出 欧盟计划对中国补贴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征收高额关税 而那些没有政府援助的制造商 则支付较低的关税 哈贝克的策略成功使中国同意与欧盟展开谈判 表明在与中国打交道时 不能只发出空洞的威胁 而必须采取具体措施 施特劳宾日刊表示 尽管柏林反对征收关税附加费 但哈贝克传达的信息是 欧洲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 德国和欧洲希望避免双输的关税战 但也不准备继续接受中国的不公平补贴做法 经济周刊写道 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谈判 能否避免关税冲突仍然不确定 中国不太可能全面废除多年来的补贴制度 然而 这段时间可能会被视为欧洲贸易政策的转折点 欧盟开始积极利用其经济力量 弥补不公平竞争劣势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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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